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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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方炯斌 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時隔九年要在發片啊 你現在的心情是如何的嗎 呃 現在的心情 我覺得其實現在還比較平復下來 因為在做這個專輯的時候 其實前面都蠻感的 然後一發片然後就一直在宣傳 現在反而停下來有一種 可以回想我的心情是怎麼樣 我覺得很開心因為就是 真的做了很久的一個專輯 一直沒有辦法完成的一個專輯 那終於把它做完了 覺得很開心也可以跟很多 呃 還有分享 然後也可以跟很多人交代 因為大家都在問我說你什麼時候發片啊 我就說了很多次的名言 那終於就是發了 所以也很開心可以跟大家交代 然後也很希望 繼續跟大家分享我的新歌 對 其實是我在發片之前 有回 回家嘛回冰城 然後就有遇到一個老師 就建議我說你的名字說 如果我改成水會比較好這樣 然後那時候剛好也要發片 那也覺得說那不如來換一下 可能會 對 因為也要發新的專輯了嘛 所以那不如就來改一個名字這樣 對 所以就接受了 算是接受了這個建議吧就是把它改成水 字面 那你的專輯為什麼會取名為 我不是神啊 有什麼喊秘在裡面呢 我不是神是有一首歌叫我不是神 然後會把它當專輯的名稱 當然也是因為這個歌的態度 我覺得很多人說我不是神 這四個字的時候都會說 我沒辦法做到 我又不是神 它是比較負面的一個用法 但是這個情歌裡面寫的態度比較是 雖然我不是神啊 但我還是要愛你 我還是要保護你 它是一個比較正面的態度 那我覺得在情歌裡面 也希望可以帶出很多正面的Message 所以這個歌 就變成專輯的一個主題這樣 對 除非這張專輯 你覺得最大的挑戰跟困難是什麼 最大的挑戰跟困難 我覺得很多時候 其實你要說做一次做一個專輯 或做一首歌其實 也可以很快完成 但是我覺得比較難的是 你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對 那個東西會比較 因為一個專輯裡面很多歌 你還是要有自己的態度 自己的方向 自己的理念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反而是會比較需要時間 有時候也不是說 你去尋找就會有 就是有時候 你經過一些時間 有一些感受一些題目之後 比較可以知道更了解自己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比較難的部分 這樣你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有什麼難忘經歷嗎 在這個籌備這個專輯期間 籌備這個專輯期間嗎 在有一天就是非常的 因為在要發專輯的時間 那時候開會之後 專輯的要發片的時間定了 然後就要開始去製作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有一點感 然後就已經到了每天都睡很少 然後記得有一天是在拍那個 最笨的人是我的Music Video 拍MV的時候 那天是工作到 因為我們是凌晨12點 開始準備要去化妝 然後要拍那個早上的 那個陽光出來的一個畫面 然後就沒有睡覺嘛 可是前一天就已經工作了 一整天從白天編曲 到晚上去Mixing 到很晚然後就去 直接去化妝 然後去拍 拍到隔天的中午12點 然後回去睡兩個小時 然後又再去 繼續去做那個新專輯的編曲 然後到晚上又再去做混音 大概到凌晨的三四點 那時候我會覺得說 哇快 快撐不住了 但是就 非常的累 然後 因為一直沒有睡覺 但是 其實也是覺得很開心 就是因為東西就是在 快要完成了 很累 但是也是很興奮的心情 所以非常難忘的一天 這九年啊走啦啦 你覺得自己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最大的改變嗎 我覺得 表達吧 因為我以前是比較不喜歡 表達自己 就是比較不太喜歡去把很多想法 告訴別人這樣 就是比較 就變成說 大家以前看到我都會是唱歌 然後不太講話這樣 那我覺得這些年會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比較會去把自己的想法 繼續告訴大家 就在你專輯裡面 這十首歌 原來一首歌 是能夠符合你現在的心情 跟你現在的狀態的嗎 現在的心情 最笨的人是我 現在很笨嗎 這個也 我覺得像最笨的人是我 常常也會有這樣的心情 就不一定是現在或什麼時候 因為有時候 你覺得 我怎麼會做這個決定 我剛剛講錯話 或我講了一些不敢講的話 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麼笨 就常常也會有這樣的聲音 就是覺得自己想做不太好 對 那如果你說現在我的心情嗎 嗯 太空漫遊吧 太空漫遊 為什麼會 有人在笑 太空漫遊是什麼心情 我覺得 嗯 我覺得太空漫遊 就是你在一個未知的領域去探索 去開發 那我現在專輯做完了 然後也 現在這個階段就是出來 介紹我的專輯 然後也開始會 嗯 因為在做音樂的部分 也有很多領域自己在 雖然現在是宣傳期 但是也在做音樂 所以也有很多 音樂的領域想要去做的 然後也認識很多不同領域的朋友 那我覺得是一個 太空漫遊 就是一個 擴展型的 經驗跟感受 然後對於專輯的小售 小售量 你有設立什麼目標嗎 說要達到賣到幾個片 這樣子 嗯 這個時代應該大家都 對 因為我覺得唱片 可能現在比較少人會買 唱片這個事情 大家都是在網路上去 去 去聽歌或 下載 下載 對 那所以 我覺得 對啊 就是 嗯 這個專輯變成是 我覺得是想要收藏的 朋友 對 會去買的一個 東西 就是可以順便知識 沒有人買來收藏 自己的做靜音那一種 對 因為可能有人買了之後 他還是上網路去 去 去聽歌 對 你有什麼話想要對支持你的人 跟粉絲說嗎 想要說 謝謝 對 然後因為 大家一直在 等待一直在支持我 才可以讓我繼續的往前走 所以 首先要講的就是 謝謝 然後 要講的是 我終於發片了 終於終於就是有發片 可以讓大家聽到我的新歌 也 非常 開心 終於做到了 可以 對 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 喜悅跟作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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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